最近又语出惊人 他认为照护中心的业者 没有确实来遵照防疫的程序 才会让病毒大规模的传播 但这番言论引发了照护界的不满 英国新冠肺炎疫情造成 4万4千多人死亡 仅次于美国和巴西 这一样曾提出佛系防疫的 英国首相强森被骂到臭头 但他最近又有一番甩锅言论 再度引发争议 强森的这番话等于把防疫不利的责任 全推给照护中心 虽然统计显示 从疫情爆发以来 有将近2万名的新冠肺炎死者 是出自疗养院等安养机构 但照护业者依旧感到不平且愤怒 痛批强森笨拙 懦弱 还试图要篡改历史 业者替自己的互议人员喊冤 强调他们都有遵守防疫程序 不该被如此就责 而现阶段英国疫情趋缓 民众这个月4号终于可以上酒吧餐厅 但才解封没几天 至少就有三家酒吧 再报确诊病例而关闭 而且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 所有英国新冠病患中 只有22%确诊当时有症状 等于近八成是无症状患者 这恐怕让防疫工作 面临更艰难的挑战 记者最后报道